点一盏明灯 恭敬共酿 愿佛光普照 垄断无名 佛说诗灯功德经记载 诗灯有无量功德 一 生无病苦 因生妙广 二 眼目清明 能照细物 三 向好庄严 亦无构忍 四 衣食丰足 无有恐惧 五 随缘自在 善才积聚 六 忍辱柔和 成就善事 七 佛光普照 垄断无名 有了智慧就远离了灾难 有了智慧我们就能够消除了我们的业障 我们的烦恼障 乃至我们的暴障 所以点灯我们是透过了点灯当中 能够点亮我们的智慧之光 让每个人都能够光光相射 光光相容 人世间最伟大的就是有智慧 因为智慧不会有障碍 更不会冲突 就像佛的智慧 能够普照大地众生 也能够照亮每一个人心中的佛性 每一个人心中的佛性显发出来 大家都能够共创佛国净土 这就是我们点灯一个重要的意义 华言精云 比如一灯 入于暗世 百千年暗 心能破镜 菩萨摩赫萨 菩提心灯 亦复如是 入众生心 无名暗世 能灭无量 百千万亿不可收节 阶级一切诸业烦恼 种种障碍 面对种种乱象 灾意平传 人们犹如处于暗牢中 惊恐每一刻的无常变化 内心得不到安宁 唯有佛法这盏明灯 能驱走黑暗无明 解开众生的痛苦迷惘 点一盏明灯 恭敬供养于佛 以此灯之光明 愿每一个众生 皆能脱离黑暗之牢 步步趋向光明之路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 桃园采访报道